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挪雅方舟 该隐朱棣拉开了人类互相残杀的罪幕 之后暴力、凶杀、仇恨、妒忌等罪恶在人间泛滥 人类生活在邪恶中,世界乱成一团 这就引起了上帝的震怒 他后悔自己将人做出来,决心要亲手毁掉这个世界 唯有挪雅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挪雅是个义人,也是一个原人 他一直与上帝同行,为人献成,与人和睦 上帝要留他传宗接待 上帝对挪雅说 凡有血气的人,他们的末日已经来临 因为地上满是他们的罪恶 看着,我要将他们和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毁灭 我只想将你留下 你要用歌飞木做一首方舟 分上、中、下三层,里外抹上重乡 上帝将方舟的做法传授给挪雅 又跟他说 我要令到洪水泛滥毁灭天下所有的活物 我要和你立约 你和你的妻子、儿女都要进入方舟 人们照样吃喝玩乐,行恶造罪 挪雅整整容了120年的时间 终于造成了一只巨大的方舟 上帝对他说 你和你的家人,全部都要进入方舟 因为在这个时代 只有你在我面前是个二人 再过七日,我要降雨四十就夜 将我所造的活物从地上除灭 挪雅一家遵从上帝的安排进入方舟 各种动物一公一母亦都依次进入 特别洁净的动物 挪雅选了七公七母 这个亦都是上帝的旨意 七日之后,果然洪水泛滥 这一年,挪雅六百岁 暴雨不停下了四十就夜 滚滚红流淹没了整个大地 只有挪雅方舟飘浮在羊面上 其他人,庄家,树木,动物,山峰等 所有的一切,全部捲入滔滔的洪水中 被洪水淹没 从二月十七日开始 洪水整整泛滥了一百五十日 凡是有气息的生灵,全部都被淹死了 上帝观念挪雅和他的方舟下令停雨 暂时,风吹浑散,水势消退 七月十七日,方舟停留在阿拉纳山上 水势又消退了一些 到了十月初一,山顶才显露出来 又过了四十日,挪雅打开窗户 放出一只乌鸦探听消息 但是乌鸦一去不回 挪雅只好再放出一只甲子 但是遍地都是水,甲子找不到落脚之地 又飞回来了 过了七日,挪雅第二次将甲子放出去 众人焦急地等待着 到了晚上,甲子嘴里面 担着一片伸摘下的橄榄树叶 回到方舟 挪雅知道洪水退静了 又过了七日,他将甲子全部放出 他们不用再回来了 到了挪雅六百零一岁的晶月初一 他打开方舟的盖子 见到地面都干了 2月27日,上帝对挪雅说 你和你的家人都出来了 将凡有血肉的生物都带出来 让他们多多滋生,大大兴旺 挪雅和家人还有各种动物 在周中度过了一百零十日 终于宽快地回到地面 开始了新的生活 为了感谢上帝 挪雅为耶和华捉了一座祭坛 选出各种洁净的生畜、飞鸟 献在坛上 祭坛上面飘起了香味 耶和华闻着清香的气味 心里暗暗响 我不再因为人的缘故搓就地 也不再毁灭地上的各种活物 天地万物要生生不息地流传下去 上帝祝福挪雅一家 你们要生养众多偏包各地 我将地上的走兽 空中的飞鸟 昆虫 水里的鱿鱼 都交给你们 你们活着的动物 可以作为你们的食物 唯独带着血的肉 你们不可以吃 因为是生命 凡是你们流血 或者害你们命的 无论是瘦还是人 我必讨他的罪 凡流人血的 他的血也都必被人所流 这个时候 天空中出现彩虹 上帝就对亚当一家 和各种生灵说 这个 是我和你们 和你们的后裔纳约的记号 我令到云彩丐地的时候 必有虹出现在云彩中 这样水就不再氾滥 而毁灭一切有血有肉的生命 娜丫和她的三个儿子 闪、含、雅弗 走出方舟 娜丫做了农夫 再种了一片葡萄园 有一次 娜丫喝多了酒 光着身子 醉倒在自己的帐篷里面 含见父亲赤裸身体 不管不问 还笑着去到外面 告诉她两个兄弟 于是 闪和雅弗 拿着一件衣服 搭在肩上 倒退着进去 帮父亲盖上 他们这样倒退着进去 是为了背着面 不见父亲赤裸的身体 娜丫走醒之后 知道儿子们所做的事 就说了 家南 即是含的义址 应该受助走 他一定要为他的兄弟做奴卜的奴卜 娜丫又活了350年 她活到950岁 我会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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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起来